大约是羽球场的大小和网高 小球员用脚发球 另一边球员也只能用脚接球 不常看见的腾球运动 在台推行了八年 会在屏东县马家乡的北夜国小 也成立腾球队 虽然成军才第二年 就拿下全国赛的冠军 小球员们不只开心 也希望未来继续踢腾球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在练习过程中 大家都很辛苦 能够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当然很开心 不会的动作一直练 慢慢练 到最成功了 未来会想继续踢腾球 会 这批小球员过去都是足球队的成员 但经常因为人数不足 无法参加比赛 因此学校转为发展 需要人数较少的腾球 没想到他们都很喜欢 也常常拿到优秀的成绩 我们小朋友非常的努力 因为像他们也是都很把握练习时间 只要功课没有写完 老师禁止他们练习 他们就会很紧张 就会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完成 然后就赶快过来练习 我们小朋友的天性就是 他比较想要获胜 所以他就会相对的很努力 尤其是在全国赛上面 那腾球我们研究了一下 他是亚运的指定项目 那他也是东南亚很盛行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就想说 藉由这样的机会 让小朋友有机会到 未来有机会到南岛去看一看 那另外在升学的部分 对小朋友的升学是蛮有帮助的 腾球是东南亚国家 相当盛行的运动之一 国内的各体育大学 也都有栽培腾球选手 因此北业国小未来将腾球 列为重点的培育项目 希望他们未来成为运动精英 甚至迈向国际 原始新闻巴朗 评论马加尘安报道